嗨,大家好,我是莫存奶爸 今天休息,闲着没事坐着跟大家聊点干货 最近一段时间,总有留学生的家长问奶爸 孩子到澳洲要选择什么样的专业 将来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在前一阵,就有澳洲这么一个权威机构 公布了在2021年10月份 全澳洲薪资排名前十的职业 奶爸在这里也想问一问大家 在你的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想必薪资高,那是不可缺的要素了 所以说咱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在澳洲薪资最高工作的前十名 到底是何方神圣 第一名就是总法律顾问 众所周知,这个法律一直是一个高薪的行业 而总法律顾问在法律专业人士中 也是名列前茅的 总法律顾问是法律部门的首席律师 通常在公司或者政府部门内工作 他不是就职于律师事务所 达到高级职位通常需要最少七年的工作经验 他的工资是多少呢? 他的平均工资是40万澳币一年 最后是每周大概将近4800澳元 当然了他这个职业的要求呢也是很高的啊 第一呢要完成这个法学本科学位 或者这个法学博士研究生学位 第二呢他要完成实践法律培训 第三呢要毕业后的五年呢 获得相关州或者领地的这个招生机构的录取 第四呢就要向当地的律师协会呢申请这个执照 第五呢就是要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呢至少完成一年半到两年的这个监督实践 排名第二的呢就是麻醉师 这个在外壳手术里啊哪能少得了这个麻醉师啊 所以说由于工作的这个高风险性呢和复杂性呢 所以是麻醉师的高收入呢也是不足为奇的 他们的平均工资呢大概在38万6千澳元每年 最后呢每周要达到4647澳元 职业的要求呢也是相当高的 通常呢要获得这个医学的学位 通常需要4到6年的时间 在认可的医院呢完成实习 然后呢要在毕业后的五年呢 获得相关州或者领地的招生机构的录取 还要在认可的医院呢完成你的住院培训医师的培训 最后一点呢要在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麻醉学院 接受五年的专业培训 第三名呢就是心脏病的专家啊 心脏病的专家呢专门是诊断和治疗这个心脏啊 和血管有关的疾病 工作难度呢非常大啊 收入呢也是非常丰厚的 平均工资呢在35万澳币左右 最后呢每周呢要达到4285澳元 职业要求呢肯定是要完成这个医学学士学位 然后呢升读医学博士学位 然后呢要在公立医院系统呢工作两年以上 而且完成实习和住院医师实习 再者呢就要申请到这个澳大利亚的皇家全科医师学院 接受进一步的这个培训并获得奖学金 然后呢要参加心脏学高级培训 包括呢要参加三年的这种全日制的这种培训课程 第四名呢就是这个总经理和这个项目经理啊 这里说的总经理和项目经理呢是指建筑业的 澳大利亚的建筑业呢正在蓬勃的发展呢 产生了这种大量的这种高薪工作 总经理呢和这个项目经理呢是负责监督 所有这个公司的运营啊 包括分配预算这个资源呢 制定政策呀 检控员工啊改进和管理流程 以及与供应商合作 平均工资呢在35万澳元每年 最后每周呢要达到4266澳元 他的职业要求呢要完成工商管理学学士 或者类似的学位 可能需要通过呢完成工商措施等高等学位啊 提高这个就业能力 最后一点呢要积累管理人员啊 和这种监督流程方面的这种经验 第五名呢是这种公司的秘书啊 奶爸在这里说的这个公司秘书啊 不是大家脑子里想象的这种公司秘书啊 这种公司的秘书呢 要提供这种法律啊行政啊和文书的支持 使公司呢能保持正常的运转 平均工资呢要在342500澳元每年 最后每周呢要达到4187澳元 他的职业要求呢要通常具有这种商业啊 法律会计或者公共管理方面的专业资格 第六名呢是这种运营主管 运营主管呢主要这种负责监督运营 保证这个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并实现利润最大化 他的平均工资呢要达到32万5000澳元 最后呢每周要有4000澳元 他的职业要求呢通常要具有至少五年的这种工作经验 拥有专业的资质 如施工管理或者项目管理文凭 第七名呢就是外科医师 这个高收入啊就是外科医师的标签哈 所有的外科医生呢都必须从普通的这种外科医生开始 之后呢专进不同的领域 普通的外科医师呢平均工资为30万5000澳元 最后呢每周能达到3800澳元 他的职业要求呢当然要完成这个医学的学位了 而且要在临床环境中呢接受两到三年的培训 要申请进入澳大利亚皇家外科学院的这种外科教育和培训计划 如果想独立接受这个培训呢需要成为澳大利亚皇家外科学院的会员 第八名呢就是内科专家了 内科专家呢负责这种管理药物啊 就是免疫接种啊和其他的这种非手术治疗 平均工资呢大概在30万4000澳元 最后平均呢也要达到3787澳元 职业要求呢就是要在呢开始攻读医学博士学位之前呢 要完成医学研究学士学位 第二呢要在认可的医院实习 第三呢要在澳大利亚医学委员会注册 第四呢要获得全科医生奖学金 第九名呢就叫做首席技术官 这个首席技术官呢是现在备受追捧的这个新兴职业啊 他是负责管理这个公司的技术资源 致力于呢技术发展 平均工资呢大概在30万澳元 最后呢每周要拿到3700澳元 职业要求呢要完成计算机科学相关领域的学士学位 或者更高的学位 第二点呢就要获得网络构架 信息安全管理和大数据工程等领域的工作经验 第三点呢要培养在商业领导力和决策方面的技能 第十名呢就是最后一名呢是技术主管 技术主管呢主要负责这个管理公司的技术方面 以实现增长目标 与这个首席技术官一样啊 他的平均工资呢在30万澳元 最后每周呢要达到3700澳元 职业要求呢要获得信息技术学士学位啊 通常呢拥有大概10年的这种行业经验 不知道今天的视频呢 奶爸有没有解决好多留学生家长的问题啊 这个在澳洲呢虽然说蓝领工人呢工资很高 但是呢也有好多这种白领啊或者说这种高精端的这种职业呢 他的工资呢也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啊 像这种在法律界在医学界和在这种管理行业里面呢 这种工资呢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奶爸就想说呢 要看自己的孩子呢想学什么样的专业 其实呢这个俗话说的好啊 360行行行出状元 在澳洲这个地方呢只要你努力勤劳不懒惰 在什么行业呢你都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下 行了这期的视频呢就给大家拍到这了 我是莫村奶爸咱们明天见拜拜